为了深入地方帮助弱势独老 吉安乡公所22号上午集结了乡内八个巡守队 要将过去来自社会各界善心人士 捐赠的物资发送出去 希望透过队员们实际走访 了解独老们的需求 吉安乡公所前摆满一批生活物资 这些全都是来自社会各界善心人士的爱心 为了能够帮助到地方上的弱势独老 吉安乡公所22号上午 特别集结乡内八个巡守分队 要将这近百分的物资 透过队员们实地走访 依序发送出去 吉安一起携手互独老 谢谢吉安乡八个分队巡守队 为我们开启独居老人物资发送 来进行我们爱的关怀 把我们的平安米生活物资 亲手的送到独居老人的家户 今年巡守队 除了为我们开启独居老人物资发送以外 也为我们带来师自老人 共同关怀通报的工作 所以巡守队是我们的超人团队 在我们的社区邻里向弄你 再次谢谢所有关怀 吉安我们共同 护持我们生活 世线安全以及共够努力的每一个人 我们希望吉安一起加油 我们所有的乡亲都能够成为乡镇的大眼睛 来一起看到我们需要的 一起做我们的关怀 另外吉安乡长邮淑珍也提醒民众 晚安45号演习即将在7月28号下午1点半至2点举行 请民众要多加留意 减少外出全力配合 记者许丽清 吉安相报导